火山豆腐 这是在东台湾相当有名气 你看到它的制作过程 你就会知道 为什么认真制作的豆腐 会不一样 甚至能够带动观光 到田里巡视作物 是温柔预期每天的工作 因为不用药 得随时来拔杂草 眼前这一大片绿色作物是黄豆 原本只是种到修根起的绿肥 但现在肩负传承重任 命运不同了 温柔预期细心呵护它长大 划开结果 采收到的黄豆 把它泡在水里四个小时 再用磨豆机将豆子全磨成浆 接着倒进大锅子里煮 我妈妈不断搅拌 手没停下来过 直到完全沸腾再过滤 就成了豆浆 而这只是完成品的第一个步骤 过滤好的豆浆 再倒进大锅子里煮 我妈妈要做的是豆腐 不同是面上豆腐 我妈妈不加石膏 要让豆浆凝结只需要一种水 我妈妈把这种水装在塑胶桶子里 全倒下去 豆浆开始凝结形成豆腐脑 经过一段时间 我妈妈拿汤匙按压 试它的软硬度 就完全凭经验 但如果刚刚倒下去的水 水质好就事半功倍 它比较好做 比较Q 水质不好 它就比较难做 做起来的豆腐就烂烂的 不好吃 等熟度够了 全烙到模具里 铺平后用布包起来 开始沥水 这次黄豆放的比较多 太厚了 模具对不到卡榫 水压不太出来 先生也来帮忙 用大锅子装水湿压 但没效果 放石膜上去 才稍稍挤出一些水来 我妈妈想尽办法把水沥干 因为这样豆腐才会扎实又Q 你热热的时候吃它 它就是软软QQ的感觉 它又有豆香味 你一般在外面买的豆腐 你就吃不到它的豆香味 豆腐弹Q秘诀之一 就在凝结豆浆的水 它是自然涌出的水 在深山里 我妈妈发动摩托车 带我们去找它口中神奇的水 我婆说 有一个人跟她讲说 这个水可以代替石膏 我婆婆就回去就试作 试作就做成功 看起来有点浑浊的泥巴水 原来是泥火山喷泉 火山水含有碳酸钙 所以它可以取代石膏做豆腐 早期在花莲富里乡 罗山村很普遍 但光复之后经济改善 到市场买比自己做豆腐方便 这相机也就消失了 直到七年前 罗山村要转做有机村 希望找回失传已久的火山豆腐 于是找上温妈妈八十一岁的婆婆 我婆婆年纪最长 因为那时候就是 年纪长得有的搬走了 有的死掉了 那生我婆婆 她就比较年纪比较长就找她 那她就 她也不敢说她还记得 她就说试试看这样 活泼不负众望 找出火山水和豆浆的比例 成功穷献试穿四十多年的火山豆腐 而且把功夫传给媳妇 好的水 它水不用放那么多 然后它的水比较清澈 不好的水 它水要放比较多 它的水比较多 好不容易找到清澈的火山水 当地牛一翻身就走位了 地震过后 我们还去取水 可是看到那个水 它就比较小 我们还是再拿回去做 可是它的做起来不一样 不一样 后来我们又再去找过 米火山泉遍布山区好几公里长 大大小小上百个 我妈妈得不断探寻测试 找优质的火山水 把水拿去化验 把豆腐拿去化验 之后 再把我们的豆子拿去化验 看我们的豆子是不是非基因的 结果化验都是正 豆子是非基因的 豆腐水也是很正常 那个水它里面还有煤 还有钙 还有磷 它那些矿物质都是很丰富 火山水富含矿物质 让豆腐价值意外提升 我妈妈还发现另一个惊喜 一般传统豆腐 顶多冰个三天就有三味 火山豆腐的赏味期 近多出两三倍 那时候我就是坐起来 就放冰箱 因为一下子没有办法吃完 就冰冰冰 觉得冰了一个礼拜了 把它拿出来看 还好好的没有坏掉这样 我就说这个保存期限 其实八天九天 它还是不会坏 火山豆腐 每一般豆腐光滑漂亮 但扎实很多也更弹Q 还有浓群的黄豆香 因为黄豆用量比一般高 像我们那一盘 我们固定 就是要两斤半的豆子 你要是那一盘 要是少了半斤 就没有办法压成型 你知道吗 相较于一般市面上 以石膏凝结做法 黄豆用量多出四倍 这个板子是我们板桥 一位做豆腐 专门做豆腐 他拿过来给我们的 他们其实像他们那一盘 他说他只要十两的豆子就够了 那你用两斤半 所以我们的成本相比 比别人的高 成本高自然售价不便宜 尤其食用的又是有机黄豆 就怕吓走客人 我妈妈做的火山豆腐 不敢卖太贵 定价低于市场价格很多 还是被误解 像我们这边的豆子 一斤他们在卖 都要一斤要卖两百块 我做这一盘的豆腐 我就要两斤半的豆子 两斤半的豆子 做起来才可以切到九块豆腐 九块豆腐一块卖五十 九块才四百五 我妈妈仍继续撑下去 这全仰赖她自己种黄豆 也因此更用心照顾她田里的豆子了 像这个豆子是我们自己种自己的工 要是我跟别人买的话 我就会划不来 因为我是自己的 所以我可以将就一点点 会这么想得开 全因心中有使命感 我们现在也是想一直把它演续下去 希望下一代的人 也可以吃得到我们这么健康的豆腐 罗山村因为发展有机村 找出失传四十多年的火山豆腐 果真打响有机村名号 温妈妈也从单纯农妇多了一个身份 休闲餐厅老板 她整修古厕为餐厅 让游客体验火山豆腐 传承古早记忆同时 也为农村注入一股新生命